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网红chip 他日前把车子停放在台北最大的府前停车场 而且他说自己当时有特别记下了车位编号 怎么没有想到后来牵车 绕来绕去半小时都还是找不到自己的车 他苦笑透露 当时看到有两组人也在找车 而且看到一台车不断的闪灯 事后他只好求助管理员 这个资深管理员就用了高尔夫求车 载他去找车 管理员也说了 其实每天都会有人迷路 因此买了一台高尔夫球的球车 专门在迷路的人 好有很多的网友立刻惊呼说 这个停车场其实根本就像是百慕达一样 好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 不少民众都会趁机来精心打扮一番 网红莫莉这回复刻了时尚界奥斯卡的红毯画面 挑战要把潘若迪改造成席林迪翁 好莫莉也晒出了改造完成照之后 对比画面吸引了不少网友来关注 就连潘若迪一度也认不出来哪张照片才是自己 没有想到这个画面曝光之后 引起了疯狂讨论 就连被模仿的本尊也亲自转发赞叹说 万圣节有人模仿我跟席林迪翁 已经在红毫